這是我從超商買的糖心蛋 平均一顆25大羊 這是我自己在家做的糖心蛋 平均一顆只要補到3分之1的價格 你要給我60秒 你也能明示物的實現 糖心蛋機喔 首先準備9顆雞蛋 用釘子和榔頭在每顆蛋的氣勢 撈出一顆小洞 試著在滾水裡加入一大匙鹽巴 按照雞蛋的大小依序放進滾水裡 轉中小火 時間計時6分08秒 過程中用你吃奶的力氣 從今天旋轉一下雞蛋 中間等待的時間先準備好一盆 極寒之水 這件一道要立即把雞蛋打撈上來 丟進極寒之水裡計時7-75分鐘 等待的過程先來準備特調醬汁 白開水 醬油 味醂 帶來一點小米酒 相信我這樣煮出來的蛋 絕對是你有史以來撥過最好撥的半熟蛋 過程是如此的奢華又不拖泥帶水 試著我的半熟蛋丟進特調醬汁裡 並放置於極寒之女 近待至少720分鐘 恭喜在12小時後又有一個家庭實現的 唐心蛋之友 這樣做出來的唐心蛋 我不敢說跟必命商店買的一模一樣 但對於味覺吃頓的我來說 完全吃不出差別 趕快在家裡試試吧